從頭到尾 大家的癥結在於假的 希望提醒老百姓 這些東西是假的 小心使用 可是當權者看到的就是你逆我 你找我麻煩 那你找我麻煩 那就可以嗆聲說 有人帶頭作亂 弄你剛好而已 我跑社會新聞20年 我只有在一個場合看到 聽到有人講這句話 叫黑道的堂口 結果黑道老大會對外面的人 講這句話 台灣現在曾幾何時 執政黨變成流氓 很單純的明代 這個未民喉舌 開記者會示警的案件 居然可以這樣大張旗鼓 蘇貞昌這不是官微 你已經侵害人權 院長為什麼要那麼生氣呢 一定要把他們做最壞的想 就是說他們是要來唱衰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當然我不是行政院長 我沒有他的壓力 這麼出一張嘴巴而已 我是覺得說他可以說 謝謝我們再來了解對不對 你今天找檢察官去把他當證 我們知道當證人接下來就是要起訴 一不小心 你講完以後就出去就把你起訴了對不對 這是一個寒蟬效應 台灣有沒有無症狀確診病例 這些國外回來的人有沒有這樣子的病例 有 彰化縣衛生局發現了 而且主動發現了 做了好事 跟台南市議員主動發現有假的 提醒老百姓有假的 跟提醒老百姓有人病了 那結果提醒的人 現在全部都要被法辦 所以人家是超權部署啊 你可以因為超權部署 然後就正封處嗎 你如果真的要了解 你真的沒有辦法了解嗎 我覺得陳時中 不行啊 他已經忘了我是誰好嗎 我覺得人家老百姓比較積極一點點都不可以 好像搶他的風頭呢 極盡所有的可能 就是不讓本土病例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說穿了 很多人都會講 這個就是只不過是說穿了 原來國王沒有穿衣服 國王的新衣是一切都是假的 那如果是這樣 我就覺得這個阿中部長 你忘了你的聲望是怎麼起來的 是全民期待這個健康 那彰化縣的葉彦博局長 他所做的 不過也就是在維護我們國人健康 越來越霸權了 很像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 好像不容許有各種不同的聲音 那麼你原來所說的多元包容民主法治 又在哪裡呢 陳時中做的你有錯就勇敢認錯 定一個最好的方法 謝謝你我們找到了 我補這個漏洞 朱貞昌你也是 謝謝你找出勸 裡面真的有不好的 謝謝我把它補起來 政府不是應該這樣 被我們老百姓 被媒體監督嗎 現在沒辦法 因為我有法務部 因為我有警察 我有調查局 所以每個人 我只要動用他們 你就拿我沒辦法 台灣是什麼 還有民主嗎 還是民進黨為主